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CT或B超等影像监测下 超微细符合适冷热消融碳针 精疲穿刺进入肿瘤靶向部位 液氮通过消融针给予肿瘤内部达零下196摄氏度的超低温冷冻消融 温度达到零下4至零下21摄氏度时 肿瘤细胞将出现脱水状况 温度达到零下40摄氏度时 超低温产生的冰晶将直接损伤肿瘤细胞 温度达到零下196摄氏度时 肿瘤将出现缺血现象 然后凝固性坏死 冷热交替的双重物理刺激性治疗方式 能起到止血和防止肿瘤扩散作用 还能使肿瘤内部出现灌注损伤 增加血管通透性 让血管内皮损伤更严重 加速肿瘤缺血性坏死的过程 超微系复合式冷热 消融碳针约2毫米 精皮穿刺激入肿瘤靶向部位 运用酒精蒸汽通过消融针 给予肿瘤内部高达80摄氏度的高强度 加热消融 它将产生巨大的热应力 使肿瘤细胞肿胀破裂 经冷热消融后 留在原位的坏死肿瘤组织 可以调控自身的肿瘤抗原 激活机体抗肿瘤的免疫力 使其自体清除病变细胞 即坏死细胞 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康薄刀的冷热消融碳 针级2毫米 出血少 无需缝合 患者术后恢复迅速 治疗只作用于肿瘤细胞 不会给正常细胞组织造成伤害 不会产生放化疗的独副作用 康薄刀位更多饱受恶性肿瘤折磨的 渴望健康和真爱生命的患者们 缓解病痛 延长生命 圣丹府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是由新加坡彭瑞利集团 和博爱中国企业集团合资建设的 以肿瘤治疗为专长的肿瘤专科医院 不仅拥有国际先进的18大微创致癌技术 和专业的MDT医疗团队 为许多癌症患者带来了抗癌新希望 还是中国卫生部主管的国际化肿瘤医院 和美国JCI医疗认证的肿瘤医院 圣丹府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一直秉承一切以患者位中心的服务宗旨 为每一位患者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 与所有癌症患者们一起携手抗癌